今天要完成这个夏天最困难的一件事 就是捡羊毛了 小狐狸 马上起来羊基本上了 一会就可以捡羊毛了 这些就是捡羊毛团队了 看人十来个人 一天就能捡完 有电腿子还有手工的 这捡羊毛呢估计这一天呢 就得花个一万多块钱捡捡两万块钱 因为现在捡一一只羊的羊毛都要十块钱 大羊小羊几乎是差不多的价格 但是羊毛的价格就很低 但是羊毛呢可以捡完以后可以卖 只是这个羊毛价格都不如说 你捡羊毛一只羊的手工价格 好多的菜 用的吃的喝的 可以跟个小房车似的 里面放的铺盖 在这呆着老享受了 就是大自然的风光 夜晚都是这个不顾鸟的叫声 只不过唯一一个困难的事就是上厕所很麻烦 就怕蚊子咬你的屁股呀 撒这的 小鹅小鸭长大了 我们的这个羊肉啊 鸡肉啊鸭肉啊 鹅肉啊 都是天然的 都吃个天然地点 现在早上六点多 大家来都没吃早饭呢 他们做早饭 一天要驱虫 北洋驱虫 还要给羊毛 加上十个人 你们这十二个人 一天能挣完吗 挣不完啊 这个人这一下天估计要捡几万只羊 鸭毛虽然是个很繁重的工作 但是也确实是剩钱 民室又拉搭的一个凉棚 因为今天人太热了 三人多多 人多吃饭行 哈哈哈 表一脚 你做个票他们 发票 我负责技术呗就是 以为我是来八眼的 没想到我还有个角色 我发票 剪羊毛工作开始了 我拿着我的小票兜 发票 这十个人一起搅 这就快了 五件推子的有剪子的 还拿着这刀小票 我今天还是先发片的